蔡英文的家族呢 违法拿到了海豹王之块土地 在蒋介石时代 怎么样把一个公园的预定用地 变成是什么呢 变成党产 党产之后怎么样变成家产私产 所以我今天主张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特权中的特权 我再讲一遍 特权中的特权 我用我自己卖房子的钱 来告诉台北市民 在这块土地上面 有什么样的不公不义 有什么样的特权 我们用证据来说话 特别呼吁跟民进党很不熟的蔡英文主席 你不要躲在民进党后面 你跟民进党很不熟 你连民进党的党庆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教官要推出笑颖 通通不知道 你跟你民进党很不熟 所以不要躲在民进党后面 你自己出来捍卫你自己家族的财产 这是你的财产 这是把人的财产 我们今天在进党总部 那我们进党总部呢 在新一路二段66号 一进门的时候的左手边 左手边就有这样一张大图 那我们所有的证据呢 都贴在黑板上 所有的证据都在市场头 包括蔡英文她的监察院的财产 他们家拥有海叛王这块地 我调整一下镜头 因为这块看板很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面就是海叛王中山店的这个图 然后有她的现在的地幕的资料 我们查的都是官方的资料 然后她的财产 这是目前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的名字 叫蔡英南 男是蔡英文的哥哥 蔡英文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持有多少股份呢 这个是监察院的 联任公报上面的 这个联任专刊上面 蔡英文的财产的申报 所以这都跑不掉 然后包括就是说 过去在蒋介石时代 怎么样把一个公园的预定用地 变成是什么呢 变成党产 党产之后怎么样变成 家产私产 这个我认为就是 有一个人必须要来公布这个资料的 我们应该要依据答案法来公布资料 这个是柯文哲 那所以这一整张大图 其实说明了海霸王的整个故事 好那我今天就来说明 我来回应一下 自由时报 今天有一则新闻 它是这么说的 那我先定性自由时报的这则新闻 是什么新闻呢 是一则假新闻 他说什么呢 他说啊 根据网友提供的 他们说 他们收到一个这个电话语音的拜票 内容讲什么 在讲污蔑 抹黑民进党 跟蔡英文 说他们蔡英文的家族呢 违法拿到了海霸王之块土地 那我今天就把我真正的录音档呢 公布给大家听 我把这个录音档 整个放给大家听一遍 因为这个录音啊 有这个技术上的限制 所以如果我是用问卷调查室的录音呢 有技术上的限制 我只针对海霸王所在地的中山大同区 做问卷室的调查 那这个问卷室的调查的录音呢 我现在就播一遍给大家听 其实只有短短三十秒钟的时间 我再把它播一遍 因为资料上面 喂 喂 你好 我是武党籍市长候选人 童文勋律师 童文勋要告诉你 北区海霸王是蔡英文家的财产 这块公园用地后来变成军事用地 现在竟然变为商业区 这个餐厅是台北市最大的违章 如果你支持收回这块地请按一 不支持请按二 武党籍市长候选人童文勋律师感谢您 好 大家听完了对不对 里面的录音内容 有没有讲到民进党 有没有讲到蔡英文他们家 违法取得这块地 没有 好 所以我的内容其实都可以公开的 另外 对于其他的地区 我们做的这个试调呢 事实上是用广播的方式 就没有用回应式的 好 那这个广播的内容 我也播一遍给大家听 喂 喂 你好 我是台湾美国双料律师童文勋 童文勋用证据告诉你 海霸王中山店是军事用地 也是蔡英文家的财产 童文勋光明正大地告诉你 蔡家海霸王中山店是军事用地 是台北最大的伟章 市长候选人童文勋 要为市民伸张正义 需要你的支持 童文勋拜托你 好 那这样的一个内容 有没有讲到 这个民进党三个字 我没有讲到民进党 还没讲到 所以蔡英文有没有违法取得 他们现在迫不及待的对号入座说 我说他违法取得这块地 有没有违法取得 应该要问蒋介石 要问蒋家 所以我今天主张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特权中的特权 我再讲一遍 特权中的特权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要呼吁 自由时报 赶快更正你的假新闻 自由时报 请赶快更正你的假新闻 我从来不会保留法律追溯权 要告就是告到底 我们就打三审 就是这样子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更正你的假新闻 你的假新闻甚至污蔑说 这样一个做法是什么 中共的网军的攻击 你的证据在哪里 我已经心生恐惧了 因为你们有国安三法可以来查水表 告诉大家 钱是我付的 从我自己的账户出去的 源头是什么 我卖房子的钱 我用我自己卖房子的钱 来告诉台北市民 在这块土地上面 有什么样的不公不义 有什么样的特权 我们必须要把特权移开 台北才有光明的未来 好 接着我要告诉大家 就像我在语音里面 所告诉所有的台北市民 亲爱的台北市民们 这块地是军事用地 那要怎么查呢 我教大家怎么查资料 透过你们的手机 透过你们自己的手指 就可以查出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怎么查呢 来 上内政部的网站 或者是去台北市政府的网站 都可以看到 这个是内政部的网站 这个网站的名称叫做 我拿近一点 这个网站的名称叫做 全国土地使用分区 资料查询系统 你只要在你的手机上面 待会我们直播结束之后 拿起这个手机 查全国土地使用分区 资料查询系统 然后要查什么呢 查台北市 查台北市中山区 有一个地号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土地都要查地号嘛 这个地号是什么地号呢 这个地号 在台北市政府的资料里面有 然后我来看这个资料 我都给大家看证据 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要回到一个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社会才能够怎么样 我们就事论事 我们用证据来说话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资料 是台北市政府 怎么样 柯文哲怎么样去把这块地 要把它弄成商业区 军事用地耶 什么是军事用地呢 这块地上面到今天为止 还是军事用地 它的整个严格 我只先告诉大家地号在哪里 因为我发现说 我如果一次给大家太多讯息的话 你可能会没有办法Gage 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件事 这块地的地号叫做台北市中山区德会段 一小段154地号 你只要打进去就可以找出来什么资料呢 它就是一块军事用地啊 它是机关用地啊 手上资料很多 所以板子呢 它就是一块机关用地 靠近大家给大家看 这上面写机关用地 而且机关用地是什么机关用地呢 就是军事用地 这块中山北路 对不对 老台北都知道嘛 在二号公园上的这个三角窗是什么 就是海大王啊 这块地是机关用地 这是内政部自己的公告啊 所以 民营啊 回去找你自己的内政部 可以把它改掉啊 不是机关用地 你把它图销啊 你把它改掉啊 那现在怎么做 他们透过内政部 透过柯文哲 所以我今天也呼吁柯文哲 请你依据档案法 把所有的这块土地 从日据时代 从民国45年 对哦 45年到现在 光复 所谓的光复之后到现在的 土地变更严格 我手上都有 但是我要问你 请你依据档案法 把这些资料全部公布 让特权出来晒太阳 我们就会知道答案了 所以我今天 特别呼吁 跟民进党很不熟的 蔡英文主席 你不要躲在民营党后面 你跟民营党很不熟 你连民营党的党庆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教官要推出效应 通通不知道 你跟你民营党很不熟 所以不要躲在民营党后面 你自己出来 捍卫你自己家族的财产 这是你的财产 这是白兰的财产 捍卫你自己家族的财产 董事长是你哥哥 你自己持有股权 超过6个百分比 将近7% 超过5%就是炸股东了 所以当柯文哲这样子 变更这块军事用地 变成商业区的时候 利益输送你们家 超过60亿台币 有人跟我讲说 算起来还不止 因为在那个地方 一平的土地商业区的话 是300万到400万起跳 所以请你自己 出来捍卫你自己的财产 然后不要抹黑抹黄抹红 谁敢抹黑抹黄抹红 本人绝对追溯到底 我不会跟你说 什么保留法律追溯权 没有这种事情 当一个律师 有一份证据 讲一份话 我就是挺身的出来 讲实话 好我甚至呼吁就是说 不分蓝绿白 全台湾的所有政治人物 你只要敢站出来说 这块地不是军事用地 这块地不是机关用地 你可以证明 它不是军事用地 机关用地 我永远退出政坛 我不从政 反之你出来说 只要任何人出来说 帮蔡英文背书 说这块地不是机关用地 不是军事用地 你退出政坛 永久退出政坛 不要不诚信 不诚信是没有办法在政坛立足的 我公开征求任何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不分你的党派 愿意站出来跟我PK 你对我退出政坛 我对你退出政坛 这是我今天的记者会很简短 我不知道在场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回答大家问题 你对自由时报有什么样的呼吁 我对自由时报的呼吁很简单嘛 更正你的假新闻 不要变成蔡英文的打手 就这么简单 你对蔡英文有什么样的呼吁 我对蔡英文的呼吁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你不要躲在民进党后面 你跟民进党很不熟 对不起 你不要躲在民进党后面 那对民进党呢 民进党很奇怪 民进党今天给自由时报这份报导 他所说的东西是什么呢 说民进党表示 民进党表示 请问民进党是谁 哪一个活人出来 有一张脸的 不是无脸人啊 哪一个有脸的人出来讲一下话 那我说有脸的人出来讲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来PK 如果这块地是军事用地 你退出政坛 如果这块地不是军事用地 我退出政坛 我退选 就这么简单 那对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跟你们那个 很不熟的党主席切割 剥离开来 不要跟特权站在一起 不要出来维护特权 我今天看民进党的党 那个 那个 怎么说啦 他们的 他们说2015年 曾经解释过这件事情 根本是胡扯的 而且到今天为止 网路上的那个假讯息 那个假资料 还是民进党中央党部网页的连结 你们整天搞网军 放假讯息 最可耻的是什么呢 跳出来的网页是民进党的 绿色执政 品质保证 这句话会不会变成台湾 有史以来最无耻的一句谎言呢 来我们来PK 我今天下站舔 看你们敢不敢来PK 就这样子 大家好 我是彭文正 谢谢你们三年来一路相随 实现公平正义 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经过三年 所有的证据 终于水落石出 该是时候 把蔡英文学历诈骗集团 跟她的党羽们 送上法庭了 所以我们决定 要从台湾跟美国 告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我们初步估计 这个诉讼第一个阶段 会需要500万台币 大约是15万美金 需要大家的帮助 谢谢你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